在台灣勞動市場當中 經常可以聽到企業主或者是政府說 台灣不缺人才 欠缺的是資金和機會 但是實際上企業和政府 運用在勞工身上的資源配比 可能也讓人產生疑問 我們就來看一下對岸一間直銷公司 每年投注在人才培訓的資金 一年就高達了2億台幣 不僅打造專屬的人才培育中心 還邀請到名校教授 擔任約聘講師 包括3D遊戲也是培訓專用的項目之餘 上領導統一課程認真回答問題 會議室里每雙眼睛種種有神 上百位學員起聚一堂 這裡是企業內部的人才培育中心 一年預算至少2億台幣 開門授課 地點騙擊還沒外 到過澳大利亞 悉尼亞 去過泰國普吉島 然後今年去到了台灣 從基礎的入門營銷到管理 現在從管理到領導力 可以很直接的服務我們的市場 找來的講師在大陸全都有名氣 就像在念大學 除了公司背景 規範一定的了解 其餘課程能夠自由選修 為了吸引年輕人加入直銷 電動遊戲也成為培訓手法 體驗你到那個地方作為一個聯合國維和部隊 你可能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碰到什麼樣的狀況之後 你應該用什麼樣的反應方式 才不會讓自己送命或者是傷及無辜 主角身份就是企業新鮮人 遊戲中東奔西跑 對話 內容都是濃縮入行初期 面對客戶會發生的問題 看準年輕人發展潛力 培訓手法也得跟上新世代腳步 直銷公司在兩岸三地都有員工 相較之下 認為台灣年輕人 還是比較不願意吃苦 你知道從東北到廣州 那個是跨過幾千里的 他們也願意離鄉背景追求事業的成功 所以他們那種拼搏的精神 相對來講 我覺得比現在的台灣年輕人更強韧 大陸角度提供另一種思考 不過台灣企業 政府時常喊出我們有人才 實際的投資卻少之又少 台灣年輕人就算真的不能吃苦 或許跟一間間不願意花錢的公司 也脫不了關係 UdnTV五元系羅正輝 柯月寧 江蘇 蘇州報導